大家好,今集我讲一下男士的新希望 大家是不是觉得天天被老婆骂,天天要臭小孩 很想找一个喘息的空间呢? 机会来了飞旺 内地推出一系列的高质专才臭小孩衣衣 有高学力的,包括大学设计,Sexy,粗得流利的 粤语,甚至是English 分分钟是比马米高的 年轻,貌味,又,身材不知,漂亮 怎么看啊?港男是不是? 这些新希望啊? 哇,说得好像征婚似的 我先说一下 冯阿姨,河北,26岁 精神啊! 碩士毕业于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 本科呢 是河北? 是河北人 人家去了这个美国读这个Master 然后本科呢 就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这家好东西来的,不是野鸡 擅长这个英文口译和这个社会 英文国内过这个英语的六级 国外类考试,喂,TOEFL是100 还有这个GRE是pass了的 喂,GRE啊? 我之前的best friend 为了去这个外国读书啊? 喂,考了什么TOEFL啊? GRE啊? GMAC啊? 全部考了 他说难过呢? 真的很难啊 他很辛苦很辛苦 准备了很久 终于pass了 做pass paper 不停做,不停做 做到惯性 一看到死人题目 就知道他想考哪几个点 才可以读到 报到一间他自己心仪的学校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有没有这个callers啊? 你请人 七千元一个月 跟你现在的姐姐差不多 现在的姐姐呢 常常是楼市花那些 喂,有谁是还在给 basic salary 那什么4680 还是460 每个都是ask for 五千、六千 甚至有些是八千元的 敢死 他叫啊 那姐姐叫回头 喂,那这些真的 明白明白的 我说觉得 那看看你有多大需求 和本身她有多有质素 那这些未免真的太夸张了 喂 我真的不要相信 等等 我还有第二条女孩介绍给你 先生 王依依,安徽三十岁 这个对于你来说 我好像大了一点 本科毕业于重庆大学 都是好东西 集成电路设计 及集成系统专业 什么来的 我都不太懂 在哪里乡校啊? 安徽 小燕子、赵薇那里 石氏毕业于企南大学 企南大学 企南大学 江电通讯 及这个 江泉琴 专业 不认识 英文六级 重点 竹笛五级 大家问一下自己 知道竹笛是什么样子吗? 懂游泳 有C1的驾驶执照 希望找到一个住家保姆的工作 企南大学 其实我也是邀请了工人 是笨妹 我管你什么 C级 又什么 C级是架势执照 如果你是管式空中飞人三级 管式桑拿一条龙服务 六级 这样就不一样了 你是想我姐姐来帮你儿子按摩 还是帮你儿子按摩 我是雇主的 当然要我自己试试你的工价 你也是拉人进去 阿鸣都喜欢你 那些朋友 又C级又D级 又是安徽 又是四川又是重庆 不要说那么多 之前我们在说 日本的AV女優 六千元 他剩下两个 朋友都在下面留言 有没有来过东莞玩玩玩玩玩 那时候我第一条仔 跟我推介 在大陆玩空中飞人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词词 你还什么听 你有没有看了路向西 那时候没有 你那些是看回来的 我说的是实地实战操作 埋身肉薄 那你身吧 猪队友真的没试过 喂 这样说好像不是那么好 未成年的猪仔 都有 他那些是真还是假呢 我就不知道了 喂 你勾起我的小童年回忆 你说 童年回忆 不是去参加童军吗 都是其中一个 乖乖 乖乖 我刚刚出来 初出茅路 年轻十七八岁 出来 江湖打滚 进入year one 社会大学 那时候 认识了一个老师傅 他就说他很骯髒 他说他很骯髒 他人很肉酸 我印象中都挺有趣 又肥又骯髒 那些 之后他说他每发 几个月 存钱 他就会去山区 帮助山区儿童 也是 朱使家刚刚口中所说的 那些年纪的沉面 哇 真的很恐怖 我觉得 那今天呢 就有个朋友仔 就是我忠实的唯一的听众 我认识的朋友 之中 真的很悲哀 那他就传了个新闻过来 我说 又没有那么精灵啊 21岁的missi被捕 15岁仔失身 90后的朔女 就是这个补习老师 和未成年的青头小龟 抱出这个私生子弟恋 开学前夕呢 就想着 来个开学一发 就初夜 哎 怎不知呢 你初夜就是初夜 15岁 15岁 好像等多一年了吧 16岁楼 楼上才可以 破得这个 美国家 香港 哦 就是16岁楼上 叫做安全性交 21岁 香港科技大学 哇 他是不是对着海呢 太悲哀 要搞小孩 为什么不搞自己的同学呢 21岁 这个UST的美女missi 就和15岁的小青龟 就补习多年 婚了两三年 搞下搞下 可能个妈妈又突然间 不是经常陪 会不会陪的 应该不会 那她两个去哪里补习呢 没理由去麦当劳 那四天前 那四天前 两个人呢 就补习补上床 在女方沙田的寓所呢 就偷尝禁果 怎么不知呢 第一次 她就和这个万千少女一样 搞完之后呢 不是很快乐 是非常之痛啊 鼓鼓痛啊 原来真的 前天呢 就由这个女朋友 即是missi 就带她去这个私家诊所求医 怎么不知呢 她两个又真是 哎 纯情小珠 就和医生呢 就将她们翻云 福与初上 这个亚当夏娃禁果之士呢 就直白的爆给这个医生 哎 那医生呢 就暗中偷偷地的报警 我这个fan就问我 如果你是一个医生 会不会报警 我说当然报啦 老虎客呢 不是啊 我又害怕 我又害怕个女仔报复我 我害怕个女仔报复我 那如果人家父母都不在 又不知道的话 那是不是一定要报警呢 那我不知道啦 是不是有些什么是 什么 知情不报罪 香港有没有这个罪呢 這個記者接觸MISS MISS說我已經跟警方解釋了 不想說太多了,不想公開這件事 涉案MISS姓江,家住沙田港元村,在科大畢業 我相信如果她的照片打到眼睛這麼少的格子 認識她的同學都會認識 如果在同學之間算不算醜事呢? 如果在同學之間... 嘩,我覺得這個年頭也沒什麼所謂的 這個MISS只是看嘴巴也挺嬌俏的 那就懂得吃吧,可以說一句 但是為什麼男生會鼓鼓痛呢? 我還未有這個答案 正常都是會的 因為醫生所說 如果你是包皮過窄 又或者是過牆又不是抹得太開 那些醫生很容易在性交的時候 又或者你不懂得如何進行性交的時候 一定會磨擦第一次嗎? 大哥? 無緣無故你的手不會劣前面的 你只是劣那棵菜狂的 你不會不斷弄西蘭花的頭 所以痛是正常的 所以醫生都說 有很多男生在初上雲雨之後 第一次都是會痛的 那就不需要太擔心 可能是微小的地方 那些皮就損了 你不會覺得痛 我做了這麼多年男人 我第一次聽初夜之後 男人痛 通常初夜就女人痛 你媽媽幫你割了 我是一個天生的痕者 我不說一句 你媽媽的東西都爆出來了 如果是你兒子 你怎麼辦? 人家報警 警察突然嘟嘟嘟 喂? 朱先生 你兒子被MISS強姦 搞了 未成年 你保不保留追究權利? 我個人會保留追究權利 但我要求跟MISS自己談判一下 那好吧 希望大家的純情小豬仔 不要太早去初上雲雨 否則會累到你喜歡那個 我相信她也喜歡MISS 只不過那個不是一個真愛 就好像Edan和聯禮林 不是真愛 我很肯定 拜拜